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晓得为啥子 在猪肉这么贵的情况下 还有粉丝要求处置猪肉的利益装备用 在收入和复述都不能称赞 明镜今天 就这么一块儿童肉 58块 你们要不多点几个赞 下次就不住了哈 不啰嗦 直接操作 把买回来的儿童肉放在热锅中 仿佛地落上一阵 这一步主要是把猪皮表面的毛 取出干净 依据取出猪肉中的毛行为 把落好的猪肉放在热水下面 边葱边用刀刮洗干净 锅中煮入适量清水 把肉投入锅中 投入生姜 葱段 八角 桂皮 香叶 花椒 撒上少许的盐 淋上少许的米酒 盖上锅杆 煮30分钟 这一步主要是把猪肉彻底煮熟 准备复料 黄瓜切成薄片后备用 够备点大蒜 切剥 剥成细末后备用 蒜尽量多一点 剥得越细越好 再为少许的姜米 葱花 30分钟后解开锅杆 捞出猪熟的猪肉 稍稍量一下 收好 用刀把猪肉片成红薄均匀的薄片 猪肉一般要乘着盖刀 闷了过后猪肉会收索 就不太容易切片 把黄瓜摆入盘盘中 把片好的肉片摆入盘中 煎蛋煮个早醒 下碗中加入少许的姜米 蒜末 蒜末尽量多一点 加入适量的腐质姜油 腐质姜油的煮法 稍后会放在专栏当中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刷上一点盐 围巾 胡椒面 鸡粉 来上几少八色的红油 别的红油的 可以在厨子的小店里面买 再刷上少许的花椒面 香油 一起搅拌均匀 把调和的料汁搅入盘中 烧加点缀 美味几成 李庄别肉 其实就是川菜中 蒜里别肉的生计版 一片薄肉大 鲜香为喉 二味名于湿 从烹饪的角度上来说 最大的难点在于刀工 我是好久没练刀工了 所以光荣富商 这几天打汁都很不方便 也难得劫持偷懒 感受一下水月警号 我是厨子 下期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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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